大家好,我是夏安,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腿脚没有力气,身体老是发晕发沉 或者是走路走不两步,就会比较酸痛 腰腿不舒服,夜里睡不好,白天没有精神 这些情况,都是引用到缺钙的表现 我们要保证好自己的身体,使身体强壮 经常吃一些补钙的食物,可以预防骨盖的流逝 补充钙质,补充能量,使我们的身体硬朗强壮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补钙神奇的养生粥 我们要经常喝,可以很好的补充营养 离吃昂贵的保健品,不要都要好,效果立竿见影 我们先来准备海带 这个海带是粗的海带,口感比较香 海带含有特别丰富的营养物质 钙、心 我们要吃海带,对事情的好处是比较多的 尤其是老年朋友们,都要吃海带 当作蔬菜来吃 清淡爽口,一点都不油腻 冰淡爽里面的营养会让身体吸收特别好的一种食物 我们用清水来抓一抓 清洗一下 把海带表面的粘液全部洗干净 放入一个小盘中备用 我们先来准备一颗南瓜 我用的是贝贝南瓜 这个南瓜个头很小 但它的营养是比较丰富的 贝贝南瓜里面含有特别丰富的钙、心 还有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 这种南瓜口感比较香甜又软糯 比平时的南瓜营养高出好多倍 而且口感更香 无论是大人小孩子都抗拒不了这种的美食 我们把南瓜的外皮清洗干净 这个南瓜皮不需要去除 因为南瓜皮要比果肉更有营养 而且口感也很香 甜甜糯糯 粉粉嫩嫩 非常的好吃 南瓜对半打开 再把中间的瓜子去除 瓜子我们需要留着 可以晒干 当作南瓜米吃 口感比较香 要比瓜子更好吃 因为南瓜米它的营养更丰富 改刀 切成大小均匀的块 尽量小一点 熟得更快一些 我们来准备一颗西红柿 西红柿既是一种水果又一种蔬菜 它的营养比较丰富 还有特别高的营养 我们吃西红柿能够补充一天的能量 而且西红柿酸酸的甜甜的 吃水又多口感又好又有营养 无论是年龄大的朋友们小孩子都很爱吃 西红柿我们尽量选择虹的西红柿 让西红柿吃以来口感更香一些 营养更丰富 我们用流用的清水 把西红柿外皮清洗干净 外皮不需要去除 也是有营养的 只需要用清水冲洗干净即可 再把西红柿改刀切成小块 西红柿小丁切好 放入小盘中备用 再来准备一颗胡萝卜 胡萝卜是自己家里面地里长大 带一些泥土 这样的吃着更有营养 自己种的没有任何的添加 胡萝卜含有特别丰富的胡萝卜素 铅、铁、矿物质等等 这些营养物质 都是老年朋友们身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 所以吃胡萝卜既是一种清淡爽口的食物 又是一种补充营养的食物 特别的好 我们用清水 把胡萝卜表皮的泥土全部洗干净 我们用一勺湿饮搓一搓 可以很好地去除细菌 脏东西 洗得胡萝卜皮特别的干净 再把胡萝卜改刀 切成小丁 小块都可以 胡萝卜 小朋友们虽然不爱吃 但是每天我们都要吃一点 能够很好地增加营养 并且是天然的维生素 要比吃一些药物更好的 容易消化吸收 我们来准备几颗红枣 我用的是干的红枣 晒干之后的枣 这样的枣子 营养比较丰富 因为水分 会吸收到枣中 吃起来口感 酸酸的 软软的 既香甜 又营养 红枣是我们女性朋友们 每天都要吃的食物 因为红枣 它含有的各种营养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老话经常这么说 一日三颗枣 长生不显老 这说明了 红枣的营养成分是比较高的 营养更丰富 吃红枣 能够有效的 避防衰老 而且能够增加身体的各样的机能 加入一点盐 红枣会有褶皱 里面的灰尘藏的比较多 再用清水来冲洗干净 准备几颗鸡蛋 鸡蛋是我们每天都要吃的一种食物 它的营养比较丰富 而且容易消化吸收 对身体的好处很多 补充钙质 对防骨盖的流失 我们用食用盐搓一搓表皮 可以去除脏东西 去除细菌的 让鸡蛋外皮清洗干净 鸡蛋打入小碗中 用筷子搅一搅 把鸡蛋打散 打蛋的时候多打一会儿 蛋液比较细嫩顺滑 准备小锅 我们锅烧热 加入清水 我们把准备好的所有食材 倒入小锅中 我们搅一搅 搅均匀 翻上盖子 焖煮20分钟 把食材煮熟 食材煮软 倒入蛋液 搅动搅动 蛋花成形 煮至蛋花成形 我们就可以关火 不需要加入调料品 让喝起来味道比较鲜 南瓜红枣补开汤做好了 喝起来味道比较鲜美 没有放入调味品 甜甜的 糯糯的 特别的好喝 平时 我们想要补充钙质 就喝这碗汤 喝上一段时间 你会发现 自己的身体比较强壮 而且 各项机能都特别的达标 补充钙质 补充营养 补充维生素 补充蛋白质 特别的不错 这碗汤 老少接一大 很多人都适合喝 如果朋友们喜欢的话 收藏起来做给家人喝吧 点开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你都能发还在小手 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 正应的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祝大家每天开开心心的 健健康康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